大家好,我是大花 据《晚日郵报》讲 意大利4月13号就要结封了 想想就很刺激了 我还是在家继续宅几天 到中午了,我要吃点饭 自己在家造作一下 吃一个品质泡面 看着万年单身练就出来的刀工 好像刀工好不好跟单身也没关系 咱一点一点二点泡面的小手 点到了肥牛金汤面 再来一个气质打火 再来一个气质丢泡面 瞬间感觉这个泡面 达到了米西林300多星的经济 我的天,不得不佩服我自己 我想插一句话 就是昨天我停工了一天 就在某些不知名的小平台上有人评论 你是不是被感染了 我们现在非常的担心你 你确诊了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据我所知啊 这个东西是有潜伏期的 它需要时间去沉淀 不像是白米赛跑 小火箭上天 热恋中的少女说翻脸就翻脸 她没有那么可爱 所以大家放心 我被这些至爱的关心啊 气得我这个脑血管血压有点高 我在干个杯自己举杯对对碰 自己一个人生活也必须在生活过得去有品质 一个人生活嘛就是讲究情调 自己一个人也在搞俩酒杯对对碰一下 泡面 红酒 红酒 配小心 简直就是生命中的绝配 拿来插播一条可喜可口可乐的新闻啊 因为这个疫情啊 由于缺少现金流 每三家商店以后就有一家永久性的倒闭 所以孔特真是操费了心 决定投放4000亿欧元来帮助企业和商店 所以说昨天我直播的时候说人家意大利没有钱的 那是不可能的 意大利就是欧洲四小猪里边最大的那头小肺猪 所以就是他没钱的时候 德国就是他的冤大头 为什么呢 大家自己细品 品完了以后可以在下方留言 今儿日的大华新闻解说就到这儿 咱们明儿见 拜拜 祝大家生活愉快